杨颖陈关希照片流出,黄晓明谣嗤剧自消,网友,我们看到了。 如今的娱乐圈有这样的一种情况,谁和陈关希和赵水倒霉,2008年的一场风波调的不光是陈关希,还有至少30名单红女星,这件事情造成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张柏芝是担心母亲,靠走学养孩子, 阿娇多次恋爱,都被男友提起陈关希,就连网友也不愿意纵过他们。 如今杨颖陈关希照片流出,一时之间引起网络热力。 杨颖曾经说过,自己是纯天然美女,这辈子最值钱的就是一张脸蛋,为了证实自己没有整容, 找了许多专家当场鉴定她的容貌,对于这事可以说是傻废苦心了,如今杨颖和陈关希的合影说明一切。 鼻子变小,眼睛变大,嘴巴小了,连整个销售一圈,就连颧骨都低了,这样的对比杨颖依旧坚定自己没有整容。 黄晓明宠奇无度,要试剧自消,然而照片真的流传太广泛,谁也没办法掉,网友还调侃道,我们看到了,没用,这些大家心知肚明。 说白了整容不算啥,但你把全身骨头打碎重新拼接就有点过分了,况且大方的承认也没什么难。 杨颖何必自欺欺人,让网友各种猜测究竟是怎样的虚荣心作祟,才让杨颖如此不接受事实。 不过说起来杨颖和教主黄晓明还是很般配的,一个天生1米85,另一个没整容。